五人之棒球 五人之棒球的時候 我有發現到一個問題是 我瞬間有一種 我們在第一次團賽的 那一天的狀態 怎麼好像有一種 大家心不在場上的感覺 我現在身為隊長我要趕快 迅速調整的一個地方 是要讓大家的凝聚力 跟向心力團結的那個力量 要回來 今天在五人之的氛圍 讓我回到了我覺得我第一天 比團賽的那個氛圍 大家不拿蛋 大家全部失誤 我在教你們的時候 然後跟你們說的人都是 會不會說說的 我覺得你們殺氣沒有出來 對 就算中邪了 你要砍一下 三字經罵一下 就好了 大家的心態真的要調整 來全民心運動會 我覺得一個態度是 就像有很多東西我沒玩過 我也不一定會上 像空氣槍我也沒上 可是我覺得 起碼我練過了 我是覺得這是我自己 又一個相互打勾的地方 我有練過 玩過這個東西 像施安的態度 其實他已經這樣 他也不一定是沒得上 對啊 我們看的時候 只有我們自己 我練得很好 為什麼沒得上 為什麼淺姐不喜歡我 不要去拿淺姐的思維 跟自己的思維來做比較 然後來覺得自己不好 應該要跳脫那個小小的店 而去看整個完整的畫面 精力放在自己的情緒上 放在有情緒上 對 不如放在這個課題 因為這個課題會很 確定的給我們回饋 而且不要忘了 我們有每一個人 我們有大家 我們是有理由 可以有自信 嗯 不可能 不可能為什麼因為 因為一場 然後我們變成這樣 不應該是今天的這個分為 對 沒什麼好說的耶 已經準備好下禮拜了 喔 喔 好 就是這樣 這也是一種 就是這樣 尖端 有力 我們的隊長 越來越英明了 非常快速地察覺了這個狀況 很快地就把大家摳住 這個時候的團隊 就是教練的介入不要太多 就讓他們自己去找到 他們自己怎麼樣去擦 那個小傷口的方法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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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